自从跟他买了这个车以后 我这微信支付宝加起来 都凑不到一百块钱 我加油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午饭不吃 然后存在那里加五十块钱的油 那个油表 不是 那你为什么非买车 条件不到咱就不买 这条件其实也还是 差不多能够弄得走的 只是他管我管得真的太严了 太难了 有钱也不拿给我用 我真的有时候 我觉得太没面子了 有一次我不是下班回家 我说饿了 没吃饭 我说回家的门口买点鸭脖啊 鸭头啊回家先吃一下 我就买点东西回家吃 结果旁边还有人你知道吗 东西都买好了 结果一付钱 既然没钱呢 我当时就打个电话给他 我说赶快给我微信 转几十块钱 我买了点零食 没想到他既然不给啊 我这真的很生气 我回家就跟他吵了一下 对 我就是没有给他 我这么努力地赚钱 自己想买点东西啊 买点什么的 几十块钱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觉得我这日子 真的过得太难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 就是说好的他管钱是吗 没有 刚开始是他管的 然后后来买了车 我就拿过来给我自己管了 也就是说在买车之前 其实你们家的经济还行 他管得也不错是吗 对 但是他就是 上一次没经过我同意 他就去私自买了车 我不是也跟他商量过 他不同意 不同意我自己就想着嘛 现在我们结婚呢 有小孩呢 我老妈就从县城到市区 帮我们带孩子 四百多公里 我老妈都一年没回去呢 我就想着啊 买那车啊 以后回家也能方便一点啊 也能让我老爸跟我老妈 经常在一起聚聚啊 以后你出去啊 带宝宝出去啊 也比较方便啊 现在我们家里情况是这样子啊 包括你爸妈 包括我爸妈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能理解我们呢 我们才刚结婚没多久 我现在又有小孩 开支一个月肯定很大呀 你不买车的话 他们也不会怪你 而且妈妈和我们一直住了 就是我怀宝宝的时候 就一直在照顾我 到现在也在带宝宝 然后我就一直挺心疼她的 觉得她真的挺累的 然后平时我也有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她买呀 而且我和妈妈在一起那么久了 从来没吵过架 碾过红啊 这个妈妈是说南方的妈妈 对 南方的妈妈 你妈妈呢 我妈妈 我妈妈身体不好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生病了 体严重 住院住了接近快一年 所以就是我们俩结婚 我爸妈就也不能帮我什么 而且还有妹妹 比较小 所以她现在买个车 就搞得我们现在家里情况 就是生活质量都下降了很多 这不也是暂时的吗 但问题是 她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就是她那个工资 不能每个月按时的发 然后就要几个月 结一次账 比如说这个月结了 然后下一个月就有什么 突发情况用了 把那个钱 下个月就没办法了 我不是每结一次账 都够还好几个月的吗 家里面开着是有这么大 她自己也能赚一点 应该也能够的 她车子非要给我卖掉 我们一起努力 这日子也会慢慢好 把这个车贷一年多还完了 然后我们不是 日子又慢慢慢慢地再好吗 你看我们两个人刚结婚 从什么都没有到重庆来 还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 每天都这么辛苦的工作 我还不是想对你好一点 让你会好一点 那我知道你工作辛苦 刚开始我也挺心疼你 但是为什么你现在 就买车那么大的东西 根本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去买了 现在搞成这样 你出去工作吗 我现在出去工作了 等于您也在工作 您也在工作 对 现在宝宝是妈妈在带 对对 现在宝宝在妈妈在带 其实我们现在努力一点 都节约一点 其实都是能够弄得走的 我就觉得 我买了这个车以后 她对我真的是 一点钱也不给我 就连上次中秋节的时候 过节回家 买了一个车嘛 我们就想回家 走一下亲戚 那一年多都没回家 我说那些亲戚 就比较亲的 就是我爸妈的兄弟姐妹嘛 我说每一家都走一下 一家拿个几百块钱去一下 他就不给呀 那我为什么不给呀 现在家里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每一家给几百块钱 那一段时间 不是刚节了一点钱吗 那时候回去的时候 我们多多高党有一点 那之后怎么办呢 那时候节了一点钱 你想过之后怎么办没有 而且我也没有说不给 对吧 我觉得买点东西 去走走就行 有心意到了就可以了 我觉得没必要 就是每一家 就是给几百块钱 没必要 他绷那个面 对 根本就没有必要 上次我同学结婚的时候 我说送一千块钱财礼 他死活都不给 我们两三年前结婚的时候 人家就给我们送了五百块 你现在都过了两三年了 好歹也给人家添一点是吧 他就不给呀 最后送了五百块回去 那五百块钱够了呀 为什么还要随意先回去 他随五百过来 我们随五百回去 我觉得不私利呀 问几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你妻子嫌弃过你吗 没有嫌弃过 他跟你抱怨过 说我们日子过得很穷吗 抱怨啊 经常买的这个 经常就过抱怨 买车之前 买车之前 那时候我们日子 还差不多吧 每个月 我每个月 帮我们做梅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怎么就从客户变成了女朋友呢 当时我刚刚出来工作 当时通过去车库里面 抄罗车电话 当时就抄了他电话 那天下午就给他打电话 当时给他讲了一下 抄险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很感兴趣 后来就找我买了份抄险 一来二去就加了微信好友 我们就在微信里面互动联系 那谁追着谁呢 是我追着他 看中那小伙子什么了 本来我身边的朋友就不是很多 然后就经常地找他聊天 后来我们慢慢通过聊天接触下来 我就觉得他对我挺细心的 也挺照顾我的 为人也挺老实的 然后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知道他才做保险没多久 然后我就给他介绍顾客 平时我就请他吃饭 然后没过多久 他就拒绝了我的邀请嘛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他吃饭还是我买单 他居然都不出来 为啥啊 因为当时我们通过微信了解嘛 我感觉他家里很有钱嘛 我是个农村的小伙子 比较自卑 当时我也感觉到他可能喜欢我吧 我感觉配不上他 就拉段时间就开始对他冷漠 就不怎么回他 后来就是有一次啊 就是他来我们公司找我吵闹 我拉段时间没有和他互动嘛 就没有回他微信嘛 他就感觉我这个人就是白眼狼 万万非嘛 就来我们公司吵闹 跑到人家公司去闹是为什么呀 你来说说我听听 因为后来嘛 他没和我联系了 我就去公司找他 不是去闹 当时他不见我 叫他其他的同事来和我谈嘛 然后我就找他们部门经理 我就说他今天上班没有 然后他们经理说他在上班 我就直接去找他 然后就问他 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他说他配不上我 你怎么会用个闹这个词呢 就是感觉当时在公司里面 很没面子嘛 他就当着我说的同事的面 就说我 说我一些不好听的话嘛 说你什么呢 就说我万人复义啊 就是他我听的客户 这话你说过吗 这个话我是没有当着他同事面说 我是单独和他说的 当时感觉很没面子嘛 那这确实给你介绍了很多客户吗 是介绍了一些他生命的朋友 那个时候你知道 他是喜欢你追你的是吧 就是当时也没有 我这么方便想 就是我感觉他可能是 把我当真心朋友一样对待 对我帮助吧 行 那从这次之后 你们关系怎么就又往前走了呢 那天晚上的话 就是我现在坦白我说 我们不合适嘛 以后不要老是找我 请我吃饭 我就感受我说 我们要保持一段距离 后来就一段时间没有 幅度没有灵系了嘛 等于你拒绝了他 对对 当时他这么跟你说的时候 你什么感受 伤心吗 心里面挺难过的 还是尊重了他的决定 就没有去找他了 那后来怎么又在一起的呢 后来就是有一次 我们不用搞团间活动 在外面聚餐吃饭 正好他和他朋友嘛 也在那里吃饭 我的同事看见他之后 就拿上次吵了的事情嘛 就来调开我 感觉我很没面子嘛 他就过来替我解围 当时我过去 然后向他道歉 因为上次去公司找他的事情嘛 道了歉之后 我说我请你吃饭 他就答应了 那天因为他跟我解围了之后 我感觉 我在我同事面前很有面子嘛 之后第二天 我们就在一起吃饭 那天有说有笑的 他也向我透露 他说这段时间 没有和他联系的话 他感觉过得很不好 他说有没有想法 就是和他在一起交往嘛 以前老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任性 但是我现在觉得 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任性的嘛 就同意和他一起交往 同意交往了 你当然特开心应该 是的 当时我挺开心的 最开始的时候 他工资也不是很高 然后对我也很体贴 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我想去哪里 他就去哪里 就说这个男孩 对你很细心很体贴 是这意思嘛 对 那你在这个关系里面 你觉得开心吗 开心 因为他也经常帮助我嘛 还是不断地给我接到客户 而且还经常带我出去吃饭 谁花钱 每次都是他抢着和我买单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还经常和他捞得不愉快 为什么不愉快呢 他可能是体贴我 就觉得我家里条件不好 工资比较低嘛 但是我男孩子也好面子啊 就是每次他抢着买单 我感觉就是 我没能为他做点事情嘛 就感觉很歉意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